一个梦想着统一天下的男人 在即将实现霸业的前夕 却败在了一个女人手里 那是日本战国时代武将谋臣 为权力和领土而互相厮杀 其中伟张国与美农国便常年发生战争 多年来双方僵持不下 为各自利益考虑 美农国的国主姜女儿 也即该国公主嫁于伟张国少主为妻 试图通过政治联姻结为盟国 伟张国少主名知田信长 信长少年聪颖却顽劣成性 迎娶之人是她初见美农国公主之时 公主又名农姬 她美貌绝伦非耻中之物 和夫君信长一样 二人都深知这场政治联姻的目的 洞房花竹夜的晚上 信长命农姬为自己端茶倒酒 按摩消遣 农姬却不怨 甚至当众驳斥道 一个好丈夫该服侍妻子 而不是相反 信长称农姬是不实相的女人 农姬却反称信长愚蠢和没教养 说着信长抽刀想想 岂料农姬身手过人 付出两招便将夫君制服 被妻子如此戏农 信长自舍心中不满 农姬也告诉随行手下 只待父亲一声令下 她便要取夫君的首级 后来信长支付过盛 身为嫡长子她继任加都 农姬仍日夜练习武艺 父亲让她联姻其真正的目的 是将女儿当作间谍 好在将来攻打伪张国 农姬不愿辱莫负命 彼时 信长与农姬并无夫妻之时 二人甚至互相仇视 一日信长狩猎归来 向农姬显摆 称自己打了许多的野鸡 农姬却不服 二人于是约定 看谁能猎得更多更大的猎物 不然信长又输了 农姬不仅身手了得 更尖射箭之术 信长与之相比完全楼了下风 信长不甘心 打算列之路做重头戏 其量却不慎跌落山崖 前军一发之计 是农姬不计前嫌 将她救了上来 信长耗面子 让农姬不许将此事告诉任何人 农姬却出神地望着眼前的大海 美农国没有大海 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看见如此壮阔的景象 农姬说她想拿下这片港口 如此便能乘船到大海的另一头 海的另一头是被称为南蛮之地的异国 农姬说不清那里有什么 可她很想去异国看看 之后的几年时间内 农姬与信长的关系依旧 信长拿了妾室 妾室不久后怀了孩子 农姬却并不嫉妒 信长主持重建青州城 农姬正欲找出该城的弱点 并告诉父亲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农姬的兄长与父亲争夺权力 信长本月带兵前往 帮助平复内乱 可稍未出发便收到消息 农姬之父已在战乱中被杀 听闻消息农姬悲痛欲绝 父亲亡过 他留在伪装国的使命便已荡然无存 往后与其被用作谋略的工具 他宁可自问谢氏 信长却拦下了他 从今往后农姬不再是政治上的棋子 而是他的发妻 1560年 金川社率大军欲进攻伪张国 敌军来势汹汹 信长闽思苦想 却不知该如何出军应敌 若强行出征 伪张国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就连农姬的婢女都说 信长此次一定会打败仗 伪张国大势已去 然而农姬却不这么看 当日深夜 农姬去见信长 信长正影响不出应敌之策而颓废 农姬却呵斥他与其坐在原地等伞 不如单枪匹马去取金川式的手机 信长觉得双方兵力悬殊无法应战 农姬便提醒他要找出敌人的弱点 信长本欲固守城池 农姬却建议他以攻为首 并利用暴雨天时突袭敌方主力 此外要打一场兵力悬殊的仗 就必须鼓舞士气 信长惯用慷慨激昂的说辞 农姬却称如此反而会让士兵一心阑珊 他鼓舞士气的话却完全不同 妻子的话令信长震惊 此刻他方才意识到 眼前的女人实乃金国不让须眉 在农姬的点拨下 信长想到了声东击西一场 并最终在统霞间袭灭金川神 此战胜利后 信长不敢再小觑妻子 为感念妻子的恩情 信长于几年后将美农国 从农姬兄长的手里夺了回来 夺下美农后 信长带妻子回到了这个阔别多年的故乡 然此时美农国已经到手 农姬再也无需与不爱的男人 保持政治联姻关系 为还农姬自由 信长考虑合理也即离婚 甚至决心将美农国的陆山 送给妻子作为新婚的嫁妆 恰好此时 幕府的足利一招准备集结大军 攻入京都 因信长在统下间一战成名 足利希望信长能护送他入京都 助其登上将军之位 原本信长打算拒绝 足利此举不过是想利用他赴皮幕府 农姬却说服于信长 统一天下既是信长的梦想 也是他的梦想 只要能一气呵成 信长便能反之利用足利实现梦想 在妻子的鼓励下 信长决心拥立足利 并计划集结大军攻入京城 农姬再次给出建议 且让信长在攻入京都的过程中收复祥军 以扩大自己的军队 再建议他拉拢其余势力等等 按照妻子的体验 信长成功扶持足利 登上幕府将军之位 并携带家眷来到京都 与妻子农姬的合理之事也被搁置 因身在京都 农姬特意化妆打扮 不想却被信长取向 农姬赌戒 信长未赔罪 便让妻子女扮男装 后又带她下山玩耍 在市集 农姬看中一只黑羽青蛙 信长二话不说便买给妻子 不远处 有难瞒的传教士 表演音乐和舞蹈 信长与妻子挤在人群中观看 传教士将二人搭上台共舞 夫妻俩跟着节拍 跳着异国的舞 信长想给妻子尝一尝美味的糖果 不想糖被爬手偷走 夫妻俩追了上去 爬手所在的是一片贫民窟 争执中 农姬刺伤一人 对方一群起而攻 信长为保护妻子 立刻拔刀抽杀 直至夫妻二人逃入山中木屋 农姬还在为 世财的厮杀 而心有余悸 信长便取出夺回的糖果 递给妻子 农姬却忽然吻向信长 吻向他曾厌恶的夫君 信长也回应着同样的吻 在这座荒凉的木屋 政治联姻被一时激起的爱情 彻底击垮 然而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 爱情终是奢望 不情后 农姬还了孩子 可却不慎流产 身为夫君的信长 却没说一句贴心的话 农姬埋怨信长 觉得他从一开始 就不想要自己生的孩子 觉得信长并不爱他 信长却呵斥他 他的肩上背负着 成千上万士兵和老百姓的性命 一个未出世的孩子 他根本无暇顾及 是啊 在连年不断的战争厮杀中 现在的信长已经成了没有心的人 后来信长败敌无数 霸业出城 取代幕府将军 达成一统天下的梦想即将实现 然为斩草除根 在战争中 即便是女人 小孩和僧侣 信长也一个不留 彼时的他被人称为 第六天魔王 农姬劝信长留妇孺孩童一命 否则将引发公愤 于长远不利 而此时的信长已经杀红了眼 对妻子的劝告丝毫不予理会 农姬想像以前一样给夫君出谋划策 信长也拒不听取 并要求妻子不许再插手自己的事 此后随着政治版图的愈发扩大 信长的双手也愈发沾满血腥 甚至他用敌人的头盖骨 制成酒壶 装所谓的涂酥酒 大晚信长饮酒大醉 他想和从前一样吻妻子 妻子却将她推开 在农姬看来 如今的信长早已不是当初那个 聪颖顽皮的年轻人 他想停下来了 想和丈夫归隐山林 过平淡的夫妻生活 只是事到如今说这些还有用吗 信长带着罪意反驳的 当初主张让自己攻入京都的不正是妻子吗 如今他已经走得太远回不来了 说吧 信长将唇凑向农姬 农姬却毫无反应 信长面露悲伤停下动作 他知道他和妻子再也无法回到过去 农姬不解 当初自己嫁给信长是想杀死他 父亲亡故后 他想利用信长达成统一天下的梦想 如今信长正在朝他的梦想不断逼近 一切都如他所愿 可不知为何 他没有快要实现梦想的欢愉 内心却反而被痛苦占据 侍女说道 那是因为农姬找到了 比自己的梦想更加重要的东西 那便是爱 是他对信长的爱 看着自己深爱的男人踏入无底的深渊 自然会觉得痛苦 农姬这才恍然 他爱上了自己一直想要杀死的敌人 可那又如何呢 信长并不爱他 农姬觉得累了 他想离去 离开深不见底的权力漩涡 也离开信长 离开前的那个晚上 信长为农姬请来南蛮的传教士 传教士唱着悦耳却悲伤的曲子 那曲子是信长此生最爱 到了此刻 农姬方才了然 自己为何向往大海的另一头 因为他想过不一样的生活 想去一个没人认识自己的地方 抛弃姓名和过去 开始一段全新的人生 说罢 农姬向信长提出和离 信长沉默两久 罢了就让妻子远离这厮杀的战场 远离这个没了心的自己 农姬离去那日 信长追到长亭 望着妻子远去的背影 信长取出刀柄 死死咬住 若非如此 他怕是抑制不住背上了眼泪 信长在看时 农姬的轿子已经被抬起 妻子终是离开了他 农姬没能去到大海的另一头 而是在山林间隐居 或者平凡女人的生活 他最喜欢的物件 是当年信长送自己的黑玉青蛙 山的那一头 信长仍连年征战 彼时尸横遍野 血染大地 可自农姬走后 眼前的凄惨 竟令信长这个魔头 也生出了几分悲凉之色 看摔跤时 信长萎靡不振 他仿佛在人群中 见到了农姬 可一晃神才惊觉 眼前女子并非他心心念念之人 那个女人早已离他而去 念及此 信长罕见的陷入昏厥 梦中信长身着战俘 满脸血腥 眼前农姬正抱着 刚出生的孩子步入河中 信长喊着别走 可他的双脚却无法动弹 他想让农姬带自己一起走 可脚下的河水中 全是向他索命的冤魂 信长声嘶力竭地呐喊 农姬的身影却渐渐沉入河底 信长从噩梦中醒来 却只觉心中困惑 到如今 他建造了无与伦比的安土城 他取得的丰功伟业 甚至连天皇都对他俯首听命 可他不解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什么 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一切 也失去了最爱的女人 此生亲信来报 农姬已伸染疾病 信长立刻策马来见农姬 农姬不愿以这副病体之态 见心爱的男人 信长却温柔望着农姬说道 回来吧 回到她的身边 农姬闻言缓缓抬起脸庞 对信长而言 眼前的女子 无论盛装或病体 都是她最爱的女人 农姬回来了 信长背着她爬上安土城 眼前的景色如临天静 农姬依旧与信长伴嘴 信长却好高兴 她在山上建了一座药草原 里面栽种着从各地搜集而来的千百样草药 只要能治好农姬的病 她甘之如頤 农姬说草药太难闻 信长便捏着鼻子 闲行喝了一口 农姬让信长去处理国家大事 信长却情愿一直陪在她身边 自农姬回来后 信长便在无心宫室 一正室她心不在焉 家臣打哈欠 她也视而不见 从前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魔王 此时不复存在 然此时 信长正值全盛时期 时下正是其统一日本的关键时刻 家臣劝谴她 不可如此行事 敌人正在哄识丹丹 信长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不久信长设宴款待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野心勃勃 亦与信长争夺天下 为显露自身霸气 令德川不敢冒犯 信长与家臣明智光秀 商量好演艺出戏 内容是 信长在宴席上 因菜肴问题 得打明智光秀 然因信长表演过力 反被德川看出了破绽 明智光秀自此对信长失望 她知道 那个令人生畏的第六天魔王 已然一去不复返 无日后 信长要去京都主持战事大局 若此战顺利进行 则大事可成 农金仍卧床不起 而且信长从南蛮人手中 取得一面琵琶 赠给农鸡 她承诺到 带京都回来后 她便不再打仗 她要与农鸡 乘南蛮的船 飘扬过海 去到异国 去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 过全新的生活 农鸡从枕下取出那枚 黑玉青蛙 让信长随身携带 这些年 她将这青蛙 视作护身符 因为护身符的庇佑 她才能回到信长身边 如今她希望此物也能保佑 夫君平安归来 信长收下青蛙 她与农鸡约定 在自己回来时 农鸡要学会弹奏琵琶 到时她想听那首 美妙而忧伤的曲子 此后信长再次踏上 征战之路 可她与农鸡都不知道 这将是一场悲伤的诀别 同年六月 信长逗留于本能寺 谁都没有想到 其心腹家臣 明智光性 忽然发动军变 本能寺守军不足 信长陷入苦战后 被迫退入最后一间四射 寺庙外火光大作 信长也以神符重伤 她掏出怀中的黑与金蛙 面露悲伤 本以为再也无法兑现 对心爱之人的承诺 不想去待这时 发现四射内有一暗阁 信长钻入暗阁 顺着地道 躲开明智光秀军队 最终起码顺利回家 农鸡正在弹奏琵琶 身体四眼好了许多 信长带农鸡 纵马驰骑成 来到码头 那里有去异国的船 船上信长与农鸡 跳着南蛮之舞 此刻他们好快乐 连日的海上航行后 船只即将抵达异国 信长与农鸡望着不远处景色 那时他们期盼了多时的彼岸 没有厮杀 没有争斗 只有他和他 然而 带信长晃过神来才惊觉 适才的画面 只是自己的想象 他仍身处火光中的本能寺 信长弹开手掌 上面却并无那只黑鱼青蛙 寺前的厮杀中 他已经将之弄丢 而在遥远的安土城 农鸡也已然抱着琵琶故去 他终是没能为心爱的男人 弹奏最后一曲 漫天的火光中 信长落了泪 回想这一生如梦似幻 唯一的遗憾是没能亲口告诉那个女人 自己其实一直爱着他 电影结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 每天定时打卡 米虫观影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